刚刚我明天要去面试了 简历该怎么写啊 你有什么优点 我没有优点 可塑性高 就有全方位的培养前置 零基础什么都不会 学习能力强 有宽宽的进步空间 脾气不好 经常骂人 为人坦率 性格直爽 业心见底 工作随意 才华内敛 不屈小节 爱聊斑话 经常沐浴 还动不动就摆烂 善于沟通 大大欣喜 还有这善善落水的 优良品质 那你有什么爱好吗 日本有打了架 人脉宽广 有丰富的团队领导经验 喜欢到处玩 到处吃东西 见多识广 阅历丰富 我上街去看小说 情感丰富 热爱文学 没事就爱睡懒觉 有良好的自我调节能力 还喜欢唱歌喝酒和蹦地 热爱生活 多才多艺啊 那我这上一家的理直缘 应该怎么写啊 你都干了什么 我在群里吐曹老板 加班不给加班费 然后被吵了哟 你这叫为人正义 不畏强权 面对不公 敢于发生